一千三百三十一集 今夕横云有雨 直至这近百修士 拉扯着那修真心啊 从白衣人身边彻底的过去后 众人才略松口气 此人修为绝不简单 看其样子应该不是我罗天之人 眼下四大星域的壁垒被打开 相互之间 只要有录影 就可以任意穿梭 此人应该是来自其他星域 随着渐渐远去 张空烈转身 遥遥地望着身后 一只默默看来并没有离去的白衣人 皱起了眉头 此人阴影好像有些熟悉啊 亡灵望着前方那群修士 望着旗内的张空烈 眼中浮现追忆 对方的样子 比当年略老了一些 想起当年的雷池内 这张空烈明明修为比自己高 但却在自己借雷霆之力 明悟了一丝本源后的目光中啊 被惊吓出一身冷汗 更是拜自己为主的一幕幕后 亡灵脸上露出微笑 能看见故人当为人生一大幸事 亡灵微笑中啊 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他很开心 亡灵越走越远 渐渐与这近百修士之间的距离 慢慢地变得无尽了 张空烈始终皱着眉头 就连身边修士的话语也没有听到 望着对方缓缓消失在墓中的身影 那种熟悉的感觉始终环绕在心间 挥散不掉 很熟悉啊 张空烈沉默中转身 随着身边修士向前飞去 但他的心神呢 却一直在思索 这熟悉的感觉来自何处 在他的脑中 那白衣人模糊的身影 不断地浮现 转身之际 那一头白发的甩动 也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 一遍遍起伏 我一定见过此人 张空烈揉了揉眉心 但就在这时 他揉在眉心的右手 突然一顿 其脑海中那白衣模糊的身影 渐渐地与那记忆中 极为深刻的一个人 缓缓地重叠 在完全融合的一刹那 张空烈脑中轰的一声 如十万雷霆同时爆开 让他的身子猛得一震 他的眼中 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下意识地转身之后 他的面色立刻就红润起来 其双眼睁大 短暂的恍惚中 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 怦怦地跳动 是 是他 张空烈没有任何犹豫 双脚猛地向前 就一步迈去 奇速如雷霆一般 刹那间就直奔远处 王林离去的方向 疯狂地击齿而去 他这突然的行动 立刻就让其身边 那近百修士 纷纷愣在那里 张空烈几乎展开了 全部的速度 轰然间跨越无尽星空 在他的前方 星海茫茫 却是再也没有了 王林的身影 直至许久 张空烈身子停下 眼中露出苦涩 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他站在那里 许久许久 时间流逝 张空烈沉默中 向着前方星空 默默一拜 轻探中转身离去 罗天星雨 在其身处 有一片空旷的星空 这里较为荒凉 修真星也大都 并非灵气很足 其中有一颗不大的修真星 散发着阵阵柔和的光芒 在这星空深处 缓缓地转动着 这颗修真星上 海洋占据了七成 陆地被零散地分开 远远看去 如同一颗蔚蓝的水球 清灵星 其上也有修饰 但大都修为不高 应变者唯有三人 眼下 在这清灵星上最高的一处 山峰顶部 这三个鹰变修士啊 正恭恭敬敬地 站在一个老者面前 那老者身穿文山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修道之人 反倒像是凡间的文人宗师 他平静地坐在这山峰顶部 一处石台之上 在这里 他一坐便是八百多年 这一切只因当年 其师尊的一句话 我之一生 没有任何弟子 你知道 与我有因 可守你为记名弟子 此山横云 便送你暂且修炼 我不传你任何道法神通 只送你一场感悟 老者缓缓睁开双眼 没有去看身前 三个鹰变修士 而是落在了远处 天边的云霞 默默看去 你三人退下吧 此星是师尊的 师尊未归 此星上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谁也不能驱走 可是 眼下备战之中 雷仙殿既下了仙命 三日内 就会来临去星 我们 三个鹰变修士中 有一人眼露焦急 正开口时 被那坐在石台上的老者 目光一扫 仅仅是一道目光 这鹰变修士 就心神一震 不敢再说 三人恭敬抱拳 弯腰离去 老者沉默 望着天空的层层云雾 默默地坐在那里 许久 天空隐隐有雷霆传来 不多时 阵阵风声呼啸 在天幕上形成了一片片 滚滚乌云 遮住了天 遮住了阳光 哗哗之声 游远极近 雨幕沙沙而落 从远处如青盆一般来临 把这大地 慢慢地包裹在内 雨水很大 落在了这山峰顶部 发出连绵不断的雨响 在这雨幕中啊 天地也变得模糊了 风也很大 吹着雨水从老者身边扫过 打湿了其衣衫 但却遮不住老者望着天空 等待的目光 一声叹息 似乎在这天地间被风吹来 落在老者耳边 这老者身子默然一震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我记得 你的名字叫做谢青 今夕横云有雨 挂满山间 故人来 雨滴迎地而落 打在山石上 发出哗哗悦耳之声 只是这雨急了些 密密麻麻之下 乱了那曲叶 反倒有些烦乱了 索性还有风 吹卷着一幕幕雨水 冲淡了这一丝烦乱 走出了一曲 天地雨山的浩荡之势 风雨中 横云山顶 一袭白衣不知何时出现 在那雨滴之声下 在那风声谈雨中 默默地站在山顶 望着身前石台上 激动的老者 没有去阻止雨水临时衣衫 没有去如当年 明雾唤雨之时 刻意地不愿雨水临身 王林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雨中 任由雨水打湿了衣服 丝丝凉意穿入身体 湿露了满头白发 但在王林身上啊 却似没有哪怕丁点的狼狈之意 有的只有一幕极为自然 好似王林就是这山 这地 这一草一幕一样 王林的脸上带着微笑 望着石台上的老者 师尊 老者站起身啊 激动中跪在了那里 雨水落在其脸上 顺着眼角留下 分不清楚 一别八百年 王林再次回到了青灵星 回到了这个曾经寻道之处 看见了这当年他收下的记名弟子 谢青 对于王林的一生来说呀 仅仅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但正是因为此人的存在 使得王林当年意境圆满 故而产生了一丝因果 使得他动了收徒之心 即便是王林也没有想到 这之前一丝因果 所造就的弟子 竟然在这青灵星的 横云山上 一座八百年 八百年的时间呢 谢青赶悟王林给他的意境 在那默默的追寻与思索中 凭着其当年 为俗奸文人宗师的智慧 其修为可谓突飞猛进 只不过呀 谢青没有修炼过 任何功法与神通 他所修之路 与天地间所有修士 甚至与王林都大不一样 王林所修 是道与神通融合 凭着神通 慢慢感悟大道意境 而谢青呢 则是完完全全 放弃了神通 只修意境 此刻的谢青 其肉身极为脆弱 一把飞剑 就足以让他送命 其身体似乎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边缘 但其生机啊 却是磅礴 使得他生命不灭 他的肉身尽管脆弱 但这八百年的感悟 却是让谢青的意境 已然超过了寻常修士八百年 可以修炼的一切 若以意境悼念而论 就算是窥涅修士 在谢青面前 也无法匹敌 他的意境 已然直指静念 达到了出窥规则的地步 这是一种不存在于世间的修行方法 与古神异族极端的炼体一样 谢青 只修意境 甚至在谢青的体内 没有原神 没有原因 一切修士应该存在的内神 他全部都没有 有的只有那磅礴的生机 弥漫的魂 就连谢青自己 也都说不清原因 他不知晓 一切修行的方法 只能在王林送给的感悟之中 默默地感悟了八百年 修魂吗 王林望着谢青 沉默在了那里 修仙者 梦寐成仙 永世长生 修真者 寻觅真我 洒脱事外 修道者 印证本源 自身为道 而修魂者 以魂入命 天地君轻尸 王林望着天空落下的雨水 那雨滴打在脸上 有些冰凉 缓缓开口 谢青跪在石台上 神色流出迷茫 懵懂之色 许是雨水见大 落在其身上 湿漉漉的衣衫 贴着身子 很不舒服 谢青迷茫中 下意识地右手抬起 凝聚出一个 他自行凝悟的小法术 随着其右手印记 天地红然一变 却见那雨水 在横云山顶 改变了方向 如同被移开一板 落向四周 王林摇头 轻声道 你还是没有完全地 放弃一切神通 谢青 你看这山 在其生长之中 可曾阻挡雨水降临 你看这河 这大海 可曾在雨水落下时 有半点排斥之意 你看这一草一木 一切的一切 除了我等万物之灵外 可有去阻止雨水临身者 你既修魂 可惜这一句皮囊 道家有言 反扑归真 世人能真正明悟者 实在是太少太少 即便是为师 当年也曾自认 明悟了这四个字 但经历了过往之后 再回到了罗天之时 却是有了顿武 反扑归真 便是要把自身 融入这一草一木 一山一河内 拜托万灵控制 成为这天地的一部分 这 才是反扑归真 谢青身子一阵 隐隐的好似明白了一些什么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顿时那谢青的小法术 立刻消散 雨水没有了阻挡 再次落了下来 淋洒横云 若你把自身 看成这天地的一部分 若你化身成为天 成为地 这雨实际上 也如同你的无数血液 为何要去阻止它们 风与雪雷 等等一切自然之物 你就是它 它们也是你 何来如此 何来阻碍 八百年的时间 你还是没能够彻底明误 当年我给你的造化 当你可以舍弃这具肉身 忘记了一切 你明误出来的法术 只剩下了一缕道魂之事 你可去寻我 亡灵望着沉思的泄青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虚无一抓 这一抓之下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那滚滚的乌云轰鸣 弥漫了小半个 青灵星的雨水 骤然间好似欢呼一般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转眼之下 这无尽雨水 如海一般轰轰临近 在这横云山顶 赫然就相互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一把 高约万丈的巨大雨剑 一千三百三十二级 东陵星相降 回首间 这雨剑从天降临 轰然下 就刺入进了 这横云山顶 近三层 露出在外的部分 约六七千丈高 距离很远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把由雨水 组成的大剑 一股浩荡之危 从这雨剑内 扩散而出 弥漫天地的同时 更是从这青灵星内 散在了星空之中 更是在这雨剑成形的瞬间 亡灵右手双指 向前一点 其眉心 古神星点 骤然闪烁 送入其内 一股古神之力的同时 雷火本源 顺着亡灵双目 闪烁而出 融入这雨剑之内 如此一来 这简简单单的 一把雨水 锁化之剑内 蕴含了两道 大成的本源 与亡灵 盗鼓 占天之势 这股气势 并未扩散太广 但却足以震撼 整个罗天 由此简在 含有感冒犯此行者 亡灵声音平静 但却有一种 不容置疑的语气 即便是有 空灵境界的大能 面对这把简 在感受到 其上的气息后 也会有所犹豫 为了一颗修真心 与进本源大成 直修交战 是否值得 尤其是那 盗鼓的威压 更是可以震撼人心 此简 当你彻底明悟之后 便是为时 送你的入门之礼 王灵最后 看了谢清一眼 转身 向着伤外天地 一步走去 其身影 在那又落的雨水中 渐渐模糊 渐渐远去了 谢清默默地 望着王灵离去 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 今夕横云有雨 滴落九天成剑 故人渐行渐远 有雨送 有子贵 有恩在 清灵心上 先选族人那 早已迁移而走 没有留下任何尘埃 好似从未来过 王灵离开了 他回到罗天那 要去四个地方 做四件事 眼下第一个地方 第一件事已经完成 走在璀璨的 罗天星空中 王灵的双目 渐渐有了一丝寒意 与杀鸡 相家老祖 当年之事 已到了断之时 王灵大羞一甩 其身影如梭 直奔当初 那一栖息之术 让他失去了 全部生机的 相家修真心而去 星空内 在王灵离去 数个时辰后 距离清灵星 三千万里外 茫茫星海内 一队数十个修士 在当手一个 似乎穿着 雷袍的中年男子 带领下 直奔 清灵星 他们呢 便是雷仙电子 方宁寻找 符合罗天老祖 要求的修真心 组成了传说中 威力惊天的 星损七节症 清灵星啊 符合这个要求 在下达了 让其 强行搬迁的封印后 这一对修士 便准备 挪走清灵星 这时 就在他们 刚刚踏入清灵星 三千万里范围的刹那 却是立刻就 清晰地感受到了 一股滔天的剑影 如雨水一般弥漫 这剑影之强啊 足以崩溃星空 那带头地 身穿雷袍的中年男子 被这剑影一冲 立刻就面色大变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卷而退 他身后的诸多修士 几乎同时鲜血喷出 一个个掩露 骇然之色 奇奇倒退 也正是在这 数十个修士惊骇 被这剑影 所祖之时 在这清灵星上 亡林离去之后 横云山顶 盘膝打坐得 血清上空 天地一阵之下 无声无息间 走出了一人 此人是一个老者 一身道袍 赫然正是那鲁夫子 他不愿立刻面对 亡林 故而感受到了 这股语剑气势时 选择在亡林离去后 悄然而来 他飘在半空 皱着眉头 沉默了片刻 右手抬起 向着那刺入山峰的 巨大羽箭 一指而去 没有任何声息发出 这鲁夫子 隔空与那羽箭一碰 便立刻身子一震 抬头中 双眼露出一丝骇人 就是这股气息 与古神相似 但又完全不同 在这气息下 老夫竟然心惊肉跳 另外 这把剑内 居然有两道本源 鲁夫子倒吸口气 眼中震惊更浓 他尽管早已有所猜测 但眼下亲眼看到 还是让他一阵心惊 但很快 这心惊就消散 鲁夫子目光一闪 嘴角慢慢露出冷笑 所幸 他还没有达到第三步 只要没到第三步 我便不信 他敢与老夫一战 两道本源又如何 区区猛夫而已 若他不来招惹老夫倒也罢了 若真敢来撩拨 老夫会让他知晓 第三步空业初期大能 是什么样的存在 冷亨中 这鲁夫子迈步而去 自始至终啊 都没有去看下方那谢清一眼 在其眼中啊 这天地间一切生灵 尽是蝼蚁 不配让他一看 东林星 罗天星宇内最神秘之地 早在当年呢 王林便多次听闻过 有关此星的一幕幕传闻 此星没有固定之位 而是在这罗天冬域内 缓缓地飘行 即便是修为到了遂孽圆满 若非指引遇见 想要在茫茫星海内 找到这颗移动的东林星 也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 即使是神石横扫 也会因此星之上的奇异构造 而无法展现出来 寻找此星 对于绝大部分修士来说 唯有依靠肉眼 但不包括王林 此刻在这罗天广阔的东部星宇内 有一颗让人触目心惊的修真星 正缓缓地飘动 在星空中啊 可以隐隐看到 在这修真星上 有一处处坑袜之地 透出暗黄之色 一股强大的威压扩散星空 浩荡而出 东林星 此星并非单独 在其外围啊 有几十个小型的修真星 它们彼此环绕四周 缓缓地运转 随着东林星而动 一片片阵法光芒 闪烁在四周 把这几十个小星 与东林星连接在一起 远远看去 如同一张庞大的星网 此刻 这东林星上的阵法 全部开启 使得那星网 不断地传出 砰砰之响 遥遥地传遍星空 隐隐可以看见 在那东林星外的 几十个小星上 此刻 见光闪烁 却是诸多修士 正在急速地列阵 形成更多的阵法 进尸的同时 加固着东林星的 防御之力 阵阵紧张的气氛 从那数千修士的 阴沉容颜上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所有修士 没有任何人开口 全部都彼此 排阵列位 慢慢地 把这几十个小星 之上的全部阵法 轰然开启 且在每一个小星内 都有三个老者 潘膝坐在阵眼之内 这些老者数量 达到了近百 每一个身体内 都透出沧桑 显然是存活了 许久许久 轻易不会外出 但此刻 他们不得不出现 因为那象家的代表 象云东 送回来了一个 让整个象家 震撼骇然的 惊天消息 当年被老祖 夺走了生机的亡灵 以一种连鲁夫子 都忌惮地修为 回来了 这一消息 让整个象家 为之一阵 在短暂的沉默后 象家当代家主 与其大长老 立刻就发布了 东林血令 东林星内 象家是暗中的霸主 平时很少出现 即便是罗天修士 也有很多都不知晓 诗人只知 东林星有三大家族 许 吕 刘 尤其是许家 更是多出沙神 凶名赫赫 在罗天星域 提之便可让人心神一颤 还有那吕家 尽管没有许家之名 但却极为擅长禁制之术 虽说不如 与象家齐名的 传承四大禁 在岁月中 没落的李源家族一般 有传承禁术 但这吕家 却是天资之人辈出 在禁制上造诣极深 整个东林星的全部禁制 都是由吕家布下的 最后的刘家 则是以研制法宝神通著名 尤其是其九生血魁术 更是神通与法宝 融合在一起的一种 惊天之术 此书传闻呢 从创初到现在 只用过一次 但那一次的施展 却是让整个罗天东部 生灵涂炭 好似灭尸一般 这三大家族啊 彼此厮杀不断 以这种残忍的方法 保持其家族 磅礴的生机 与不断的强大 但实际上 罗天星云内 只有不多的 一些老怪知晓 这徐吕流三大家族 实际上 完全就是向家的分支 向家 可以说是整个 罗天星云内 传承自上古时期的 修真家族中 最强的一脉 即便是在罗天行语 一个向家 就足以与雷仙殿对抗 其雷仙殿呢 很有可能就处于弱势 当然了 这前提是 不算鲁夫子在内 向家 就如同一个沉睡的 庞然大物 不动则已 一旦苏醒 撼动罗天 故而啊 向家的一个代表 向云东 明明修为不足 但同样可以被 鲁夫子选为 传授道术的 四子之一 鲁夫子挑选的四子 每一个都有其深意 无论是血神子 猎云子 亦或者炎雷子 都是如此 更是在罗天星云的 一些老怪心神中啊 还有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 与向家有关 但却无法证实真假 或许 唯有鲁夫子 才知晓 这传闻的真伪 传闻中啊 罗天最神秘的 唯一一个传承自 远古的 修真家族 与向家 有一丝联系 甚至 更清晰一些 传闻中啊 表达的含义 这向家 是那神秘的 就连姓氏 都含有人知晓的 远古修真家族的 一个外族分支 向家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 这远古家族 看守门户 远古修真家族啊 在当年 仙界崩溃之时 就已经存在很久 经历了整个 上古时期 无数万万年 至今啊 一直延续不断 这个家族的积累 与实力 无法想象 他们更是神秘莫测 万年难得 有人出现在罗天 即便是王林 在罗天的那些日子 即便是他赶上了 在鲁夫子的推动下 整个罗天与联盟的大战中 这个神秘的远古家族 也仅仅是下了一道赵令 派出了一个人而已 赵令为风真仙 派出的那个人呢 则是抢夺望月体内 月华的 第九长老 伊慕子 整个东林心呢 在那象家雪令之下 三大家族 全部调动起来 展开了层层防护 此刻呀 在这东林心主星上 极西之地 大地一片暗红 似乎在万古岁月中啊 被无数的鲜血浸透 散发出阵阵血腥的气息 被威风一吹啊 弥漫在天地之中 久久不散 许是因为这血腥太浓 使得这里的一切 都充满了一股暴虐之意 极西之处 是一片连绵不断的乱坟港 地面上无数的残肢断壁 森森白骨 还有那骨头上正在腐烂的碎肉 吸引了一头头秃鹰 在天空回旋 更有一些秃鹰啊 修士会不由的心神震动 更是无尽七力之魂 在这极西之地回荡 发出阵阵无声的怨恨 这里 汪林当年曾经来过 正是那向家至今 仅存的唯一一个老祖 常年闭关之处 1333集 此事无外 越是向深处看去 地面的颜色就越加漆黑 生机在这里无法存在 就连向家族人 若无重要之事 也决然不敢轻易来到这里 每一次的到来 他们的生机都会被这大地吸走 出去时虚弱不堪 须立刻寻地打坐土呢 眼下 有两个身穿黑衣的老者 面色阴沉地从远处缓缓走来 在这极西之地的深处 二人停下 其中一个老者 恭敬地向这黑色的大地抱拳 沉声道 老祖 一切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不知完成 只等那王林到来 老者的声音穿透大地 向着地底深处回荡 渐渐地落入到了这片大地的底部 一处中空的庞大空间内 这片空间一眼望去没有尽头 有的只是那无尽的人头 形成的人头之海 这里的死期是外界的无数被 笼罩八方 在这片人头之海的正中间 有一座人头躺 上面放着一具棺材 这棺材颜色土光 四周啊 还有一些地方溃烂 有一股股浓浓的黄水 从那溃烂之处溺出 顺着棺木流下 躺在下方的人头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地面上那黑衣老者的声音传入这里 在那死期弥漫下似被冲击 变得微弱很多 传入棺木内 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一个沙哑的声音 从这棺木内缓缓传出 此子当年的生机 很好 让我回归了很久 他也确有造化 当年生机全尸竟没有死去 你等退下吧 那鲁夫子言辞有些夸大 此子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鲁夫子之所以如此说 是想让这亡灵来试探一下 他心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猜测 此事无碍 大地震动 回荡了棺材内支人 苍老沙哑的声音 听到老祖的话语 这两个黑衣老者内心 松了口大气 他二人之前 就被向云东带回来的消息震撼 有种大祸临头之感 此刻心虚平静 在他们看来 老祖就是向家的天 老祖说无碍 此事就绝不会出现差错 只是 包括那棺材内的向家老祖在内 这三人丝毫没有察觉到 此刻 在这东林星外的星空中 走来了一个身穿白衣的身影 王林来了 遥遥地望着 那被阵法光芒弥漫的东林星 与其外围那几十个小星 王林好似回到了当年 自己在清水的陪伴下 与那向云东带着内心的期望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一幕幕 渐渐的 王林的眼中露出了滔天寒芒 此事无碍 简单的四个字 透出一股苍老的自信 只是这自信之人 在说出这句话的一刹那 却是丝毫不知晓 王林已经来了 若他知道了这一切 或许这简单的四个字 怎么也无法再说出口了 王林站在东林星数万丈之外 望着目光尽头 那庞大的比之当年天运星 还要数倍大小的修真星 眼中的杀鸡越来越浓 他当年满怀复活李木碗的希望 从联盟来到界内 一路拼杀之后 最终在那封仙一战内 获得了雷仙封号 更是取得了 让上古修真家族 相家的一次承诺 当年的王林本无意 与庞大的相家为敌 他只想让李木碗苏醒 带着希望 他在那向云东的引路下 第一次来到了这东林星 拜见了相家老祖 只是对方的卑鄙与阴毒 不但没有让李木碗苏醒 反而夺走了 他王林全部生机 若非是依靠寂灭旨 王林早已失去生机而亡 时至今日 随着王林修为的强大 随着他知晓了李木碗 复活的难度 他回忆当年之事 那相家老祖所言一切都是虚假 对方根本就没有能力 让李木碗复活 哪怕是依靠七夕之术 也根本就无法做到 甚至最后 若非毕天官 怕是就连李木碗复活的希望 也都会被此事彻底毁灭 那所谓的七夕之术 生机注入 实际上在王林事后看去 分明就是让李木碗魂飞魂魂魂魏魂魄魂魄魂魂魂魂魂魂Here 对方根本就是要在抢走自己生机之鱼 灭绝了李慕婉 王林的想法 为了李慕婉注入生机没错 若是正确地涌入生机 李慕婉还有一些可能不需眼下如此艰难 不知苏醒之期 甚至复活也并非是毫无可能 但那乡家险恶的举动 却是把这一切全部毁灭 这些事情当时的王林碍于修为 并未完全懂得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千年之后 王林回首往昔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恨呢 已然滔天 这一切从最开始 对方就很清楚 王林很想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乡家老祖会欺骗自己 以复活李慕婉的名义 夺走了自己全部生机 这一切终是有一个原因的 曾经的王林狼狈而顿 他没有资格去问这个原因 没有资格去反抗这一切 他只能忍 不断地忍下去 把那当年的屈辱与仇恨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如同他早年面对藤家 忍了数百年一样 但今天呢 王林第二次看到这东林星 他已然有了知晓一切的资格 眼中杀鸡浓郁 王林向前一步迈去 这一步之下 星空轰鸣 数万丈的距离 在他一步之中直接跨越 轰鸣之下 王林赫然就出现在了 这东林星千丈之外 星空震动 层层波纹如海浪一般 以王林为中心 向着四周横扫而动 如同在这星空掀起了一场风暴 轰隆隆地不断扩散 好似他这一步迈来啊 踏在了这星空的脉搏之上 化作惊天雷音 震撼整个东林星 东林星外 那几个小星内 存在的数千修士 一个个面色骤然大变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巨大的冲击 从星空传来 轰隆隆之际啊 卷在了东林星的禁止之上 禁止光芒惊天而起 剧烈地闪烁之下 光芒万丈 如同一颗太阳一般 砰砰砰砰 在这一刹那 这几十个小星上的所有修士啊 全部都听到了 自身心脏 疯狂地跳动 似乎有一股浑浊之力 冲入体内 急速地运转原力 仿佛若不如此 他们的身体 就会在这星空的震动下 随之崩溃 站在东林星外 王林目光如电 在出现的瞬间呢 张口平静地 说出了一句话 你知道我是谁 给王某滚出来 在这句话 从王林口中传出的刹那 立刻就掀起了滔天回音 这一句话 宣泄了王林 隐藏了千年的愤怒 这一句话 爆发出了王林 对于相家 夺取自己生机的黑 这一句话 包含了当年 他满怀期望 带着李木婉儿来后 反遭欺骗的绝望之境 他可以在一战中 夺我生机 可以如姚家一般追杀于我 但在我最期望的事情上 险恶的诈骗 断绝了李木婉恢复之望 去算计自己的同时 还要算计一个 已经死亡的柔弱女子 这种事情 王林无法接受 也不能接受 回音阵阵 在这星空内 疯狂地回荡 好似雷霆哄哄 压过了之前 王林一步迈来的一切声音 化作数倍的咆哮 在这星空内 惊天动地 整个星空 在这一句话之下 掀起了漫天雷霆 那雷霆一道道 轰隆隆地划过 闪电游走 转眼之间 东林星外的无尽星空 赫然成为了雷池地狱 这一句话 阴浪红红 似乎可以碎开星空 崩溃天地一般 向着前方疯狂地追去 如同鼓声在吼 之前呢 王林一步迈来星城的风暴 又算得了什么 此刻在这一句话中啊 无数倍磅礴的风暴 取代了一切 滔天而起 带着王林的愤 带着王林的怒 带着王林的恨 带着他千年的疑问 轰轰而出 那东林星外几十个小星上 尽致光芒 积极地闪烁 但却有九颗修真星 在这一吼之下 轰然崩溃 轰隆隆地巨响惊天 传遍了罗天东部 所有星域 那九个修真星啊 直接瓦解 四风五裂的同时 其上所有助手的修士 纷纷随之肉身崩溃 元神搅碎而亡 就连这九颗修真星上 那把持阵法的二十七个老者 也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在亥然与震惊中啊 如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过 砰砰 死亡 甚至连逃走的资格 在王林这千年一吼下 也都无法存在半点 东林星外 其余的小星之上 那数千修士 一个个鲜血喷出 似乎那禁止啊 在不断地阻止这吼声的冲入中 仍然还有阵阵余波进入 使得这些修士心神震动 升起了一股 无法抵抗的恐惧 更是在这吼声中啊 那东林星骤然一阵 奇伤大帝 在咔咔声下 惊起了无数裂风 无数山峰轰然崩溃 成为碎石 一处处河流 倒卷咆哮 还有那东林星北部的大海 更是海浪 疯狂一般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似着吼声啊 在传入大海的刹那 化作了一股气浪 直接伸入海底 推动着海水 轰轰前行 成了海啸的同时啊 卷着千丈大浪 向着陆地淹没而去 海水直奔陆地 要彻底掩盖 东林星极西之地啊 那两个黑衣老者 心神几乎是刚一放松 立刻就听到了 这惊天之后 二人身子巨针啊 好似迎面 背一股大力冲入 直接倒卷后退了百丈 喷出鲜血的同时啊 更有人啊 直接肉身轰然崩溃 惨叫中血肉 落在了暗红色的大地上 那地底深处庞大的人头之海空间内 在亡灵的吼声中啊 轰轰传来 地面震动 好似被两只大手 扣住分开一般 转眼就一道沟壑 赫然出现 这空间内的大磅头颅啊 齐齐爆开 就连齐内 弥漫了数万年的死期 也在这吼声中倒卷 向外积齐而退 似乎不敢拖延半点时间 那土黄色的棺材啊 更是通体一阵 棺材啊 直接被卷砸在了后方的墙壁上 四分五裂 一声嘀吼的咆哮 从这没有了盖子的棺材内 挣扎的吼出 与此同时啊 一只干枯的右手 直接就从那棺材内伸出 死死地扣在了旁边的棺木上 大地上 那喷出鲜血的黑衣老者 眼中露出无法形容的惊恐 他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右手掐掘中 一个黑色玉剑 在其手中急速幻化 不振 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此人进入东林星 一道道强悍的气息啊 在这瞬息间从东林星内 急驰而出 占据了东南北三处方向 凝聚了大量的修士 若是天空看去 这庞大的东林星上 此刻修士竟然不下数万 北部 吕姓家族所在 上万修士密密麻麻 坐在地上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法禁止 更有几十个老者 潘膝坐在半宫 双手急速掐掘之下 连连喷出鲜血 他们的血液凝聚在一起 何然呢 就化作了一个血影浮现而出 一千三百三十四集 鲁夫子的错误 南部 许姓家族所在 同样是静万修士环绕下 正中间呢 有一个千丈大小的巨大血池 那血池内 有一股煞气疯狂地冲出 这静万修士啊 此刻一个个神色凝重 急速地一一走入那血池内 东部 刘姓家族所在 每七个修士一组 赫然占据了数千里 每一组修士身旁 都有一个数十丈高的法宝 这些法宝 样子各异 但却均都散发出黄芒 如此一来 逆急之下 若是从半空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整个东部的刘家修士啊 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葵花图案 与此同时啊 东林星外 那剩下的几十个小星 静止之盲 急速闪烁下 轰然旋转起来 环绕着东林星 以极快的速度轰轰转动 转眼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东林星深深地包裹在内 王林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一步迈去 既然你不滚出来 那就让王某去把你拽出来 一切都当着陪葬 就在王林迈步前去的刹那 这东林星吕家之中啊 顿时就有一道道封命 传音而出 正化天幕 金魔天线 阵进八方 一道道封命中啊 东林星外 那旋转的几十个小星内 数千修士 奇奇掐绝 轰然间呢 便有一道道光幕直接幻化而出 层层包裹在外围 转瞬之中 这光幕变千层 万层 十万层 百万 千万 直至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层 那光幕内散发出的光芒 可以穿透星空 向着八方疯狂地扩散 弥漫了整个罗天东部 甚至 就算在其他三个方位星域啊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强光东起 整个罗天星域啊 为之哗然 一族族正在拉扯 修真星的修士 一个个修真家族啊 一队队迁移而走的修士大军 此刻 全部都感受到了 那来自罗天东部的强光 纷纷侧目而去 尽管看不到 那遥远之处的变故 但却可以看到 那光芒从无尽之地 遥遥而来 罗天星域内 距离东林星极远之处 这里 是整个罗天的备战之地 已经增加到了 六百多颗的修真星 组成的星阵中心 那旋转的漩涡内 鲁夫子目光如电 看向远处 在他的身旁 阎雷子 血神子 烈云子三人 面色苍白 他们感受到了 东林星上传出的 那无尽光芒 东林星的阵法 传自上古 且传闻 东林星吕家 为这阵法 饲养了数万年的阵灵 一旦全部开启 阵灵进入内部 其威力惊人 不知那亡灵 能否破开 此人修为 不知为何 竟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但就算如此 要破开这东林星阵法 怕是也需要一些实践 若是我要破开这阵法 需要济息 鲁夫子目光 始终望着远处 陈吟中 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二十息足够 我倒要看看 这王林 能多久破开 九千多万光幕 刹那出现 形成了一股 就算是鲁夫子 也要二十息 才可破开的绝强之阵 这种阵法 已然是第二部 神通之中的 极限存在 即便是修为 到了天人第五衰 想要单独一个人 破开这阵法 根本就不可能 王林目光平静 冷冷地盯着 那光幕瞬息而起 达到了一种 极为强悍的程度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如此才有意思一些 只是这种程度 还是不够 王林右手抬起 一指天空 轰鸣之下 其眉心七个古神星点 骤然旋转 一股浩荡的古神气息 或者说呀 稻谷气息 直接就从王林体内 爆发而出 这气息一出现在星空 立刻就让这星空扭曲 隐隐出现了 无数撕裂的缝隙 似乎在这盗谷气息下 星空无法承受 盗谷 比之古神还要强大的存在 甚至古神都是从 盗谷之中分离而出 在这气息弥漫的刹那 王林的身后 赫然就有一个巨大的虚影 幻化出现 这虚影一片模糊 它仅仅是一个头颅 一个没有了左目的头颅 这头颅之大 刚一出现了 就遮开了这星空 取代了星空的一切 阵阵微压扩散 弥漫四周的同时 更是扩散开来 充斥在整个罗天东部 在这气息一出 罗天星域所有修饰 纷纷骇然心惊 好似遇到了 超脱了他们理解的 不可思议的存在一般 那磅礴星阵内的鲁夫子 在遥遥看到 这庞大的头颅的一刹那 其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这 这是 这是什么 古神 古妖 古魔 盗谷的存在 不是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知晓 就算是鲁夫子 此生也是第一次看到 王林神色平静 抬起指向天空的右手 缓缓地握拳 在放下的一刹那 向着前方那九千多万层光幕 轻轻地割空一拳打出 神阵 星空一阵 随着王林这一拳落下 转瞬之中 便有一个虚幻的拳头 幻化在了星空之中 这虚幻的拳头 足有数万张大小 五指握住 轰轰而去 转眼之下 这虚幻而出的巨大拳头 就立刻碰到了 那九千多万光幕之上 那光幕轰轰一阵 在这拳头落下的刹那 顿时光芒极昼闪烁 轰鸣绝天地而起 化作一声声咆哮 传遍行日 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那光幕在这巨大的拳头下 层层崩溃 九千多万 八千万 六千万 三千万 就如同这拳头 打在了水面 深深地轰入其内 在那不断的崩溃与瓦解中 这传承自上古的大阵 轰轰崩开 持续地碎裂下 仅仅是一息间 这阵法彻底爆开 无法阻止 那虚幻的拳头落下 使得那拳头 竟直接穿透了这光幕 粉碎了其内 九千多万层 阵法撕裂 化作无数碎片倒卷 露出了阵法内 那几十颗修真心 旋转化作的漩涡 这漩涡呀 被倒卷的阵法碎片冲撞 立刻就发出 砰砰巨响 其内 那几十颗修真心 更是出现了 大量的裂缝 好似要随之 一同崩溃一般 但这一切啊 还没有结束 王林的那神阵一拳 是其七星骨神 融合了道骨传承后的 惊天一击 那光幕阵法 如同一张纸 被一拳轰开 抵消不足 十中之一的力量 七星骨神 单单肉身之力 就可以与第三部大能一战 这小小的东灵星 岂能对抗 鸿鸣之下 这虚幻的拳头 直接就碰到了 那东灵星外的漩涡中 巨像震天 那漩涡骤然间呢 背着一拳生生的包盖 直接包了 形成漩涡的 那几十颗修真心 更是一阵之下 其中有十多个 骑上大地碎灭 勾壳四起 边缘位置 更是出现了 碎开的迹象 刹那间呢 就轰的一声 直接四分五裂 骑上那诸多修士 纷纷在这崩溃中 被撕碎了肉身与原神 还有那些 维持阵法修为 高深的老者 一个个无法逃出此劫 全部被抹去了存在 与修真心一同瓦解 王林的这虚幻而出的 数万张大小的一拳 直接冲入漩涡内 向着漩涡深处的 东林主星轰击而去 在其拳头前行的过程中 余下的那十几颗修真心 在牵引之下 齐齐砸来 但却在碰到 这拳头的刹那 纷纷崩溃 眼看王林的这一拳 视如破竹 在轰开了一切之后 就要落向东林星 就在这时啊 那东林星北部 屡家 静万修士 所在之处 随着一声凄厉的尖笑 却是这静万 盘膝打坐的修士 纷纷喷出鲜血 他们的血液 流入正中间 那几十个老者身上 顿时就让这几十个老者 全身膨胀起来 刹那间呢 这几十个老者的身体 就如同血球 衣衫被撑开 皮肤下露出大量的血管 挤血影 凝震灵 在这嘶吼之中啊 那几十个老者 全身轰轰爆开 化作大片的血物 直接凝聚在了正中间 血光滔天之下 一声吏吼 从那血屋内传出 紧接着 一道血影 直接冲出 直奔天空而去 那血影全身模糊 看不清晰样子 但从其身上 却是有无尽阵法 尽致的气息 疯狂地传出 此刻的东林星 北部天空啊 一片阴暗 所有的光芒 都被一个巨大的拳头 取代 恶然就是 王林那挥舞的一拳 已然降临在了 东林星上 在那拳头下 血影击齿而去 直奔拳头 刹那间呢 那血影就在 不断地临近下 在一声惊天动地的 尖笑中 与王林这虚幻而出的 道鼓神阵一拳 轰轰碰到了一起 那剧烈的声响 在这刹那间 回荡整个东林星 更是无法阻挡地扩散 从王林身边 穿透而过 弥漫了整个 罗天东部 但这巨像 还没等消散 却见那血影 在那一拳之下 直接爆改 化作了无数邪雨 四散中 从天而降 这邪雨啊 还没等落向大地 王林那道鼓一拳 在更为剧烈的轰鸣下 快过了那些邪雨 从天空降临 轰击在了 东林星北部的大地之上 整个东林星 猛的一阵 北部的大地 层层崩溃 地面上 那静万修士 全部死亡 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 数万张大小的天坑 这天空之大 赫然竟深入了 这东林星地底六场 那坑内漆黑一片 散发出浓浓的血腥之气 这东林星 更是在这剧烈的震动下 尽管没有爆改 但却引动了 更强烈的海啸 那海水 在这震动下 居然被震离的地面 升至半空后 受到牵引 一大部分 落向了北部那深坑 雨下的海水 则如东林星之雨 哗哗落地 很快 那被王林一拳 打出的天坑 便被海水灌入 慢慢地满了起来 从半空向下看去 那天坑周边极为清楚 如凡人 一拳打在了泥巴上的形状 一模一样 八夕 从王林神阵一拳轰出 阵发光幕崩溃 所有小星 全部爆开 直至这东林星 北部屡家陪葬 地面出现了这一个巨大的天坑 一切 仅仅是巴西 鲁夫子所在漩涡 他猛地从那盘膝中站起 眼中露出震惊骇人 他发现自己对于这王林的分析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没有达到第三步 仅仅是一拳之力 就如此恐怖 巴西 巴西 鲁夫子倒吸口气 他瞬息间就推翻了之前 看到雨剑后的判断 而是在心中 把王林的位置 无限地提高 已然到了 与自己持平的程度 整个东林星 此刻弥漫在了海雨之中 那花花的雨水 从天而降 落在大地 形成河 形成江 缓缓地扩散开来 一泉之威 使得东林星上 所有山峰同时震碎 地面上那一道道 横生撕裂的缝隙 眼下成为了海水落下的 河路将到 一千三百三十五集 远古诏约 北部大地的崩溃 天坑的出现 使得这落下的海雨 如同东林的眼泪 把一切都打湿了 道鼓神针一拳 震得不仅仅是大地 还有人心 南部许家 那静万修士 此刻全部心神一震 眼中露出 从未有过的恐慌 与无法对抗的绝望 呆在了那里 包括许家的家主 与诸多的长老 纷纷愣住了 这 这是什么样的修为 上古阵法都无法阻止 所有的修真心崩溃 就连这万古长存的东林星 在这一拳中 也被撼动 这一拳呢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亦或者说 不该存在于天地之间 这已然是属于第三部大能的范畴 东部的刘家 那静万修士形成的 一组组队伍 同样在这地面的震动下 在亲眼目睹了天空 那磅礴的一拳杂录 吕家灭亡的一幕幕 他们所有人全部沉默了 东林星 能否再承受一次这样的一拳 东林星极西之地 相家的所有族人 此刻环绕在其老祖闭关之外 呆呆地望着天空 任由雨水淋洒在身上 从他们的内心呢 生起了一股震动灵魂的惊恐 向云东满脸苦涩 愣愣地望着这一切 说不出半句话 方才的一幕 实在是太过惊人 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面对这种强大的存在 他们如何去对抗 如何去阻止 东部刘家 随着其家主与张老的目光 这静万修士 同时看向了西方 南部许家同样如此 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极西 包括极西之处 相家族人 也不知是谁第一个目光 看向老祖闭关之位 渐渐地 所有相家族人 全部目光看去 他们在等 等老祖的一句话 是战 还是相 这是 他们没有先等到 来自极西 相家老祖的一话语 反倒是等到了天空中 一抹雨中 白衣如雪的深夜 东林星 在王林面前 失去了一切防护 使得他缓步中 慢慢地出现在了天空 目光如电 冷冷地扫向 大地极西之处 还不从那棺材里 滚出来吗 王林平静地开口 其话语 并无雷霆 但却清晰地落入 地面上每一个修士耳中 这简单的一句话 此刻呀 给了这里所有修士 一股无形的压力 死战到底 一声沙哑的咆哮 从那极西之地 相家老祖闭关之处 骤然轰轰而出 这声音内 透出无尽的惊恐 与疯狂 此言一出啊 相家所有族人 一个个立刻双眼通红 嘶吼之下 齐齐升空 直蹦王林冲群 他们的神色 透出疯狂 好似神智 被这一句话抹去 只剩下了 不顾一切的杀机 还有那南部的许家 静万修士 一个个同时疯狂起来 丧失了理智一般 齐齐升空 至于那东部刘家 则是静万修士 急速施展了 那一个个巨大的法宝 刹那间那 滔天之盟 积极而出 如同一道道银蛇般 直奔天空 向着亡灵哄去 与此同时啊 这刘家族人 更是在施展了 那一个个法宝之后 齐齐 盘膝而坐 掐觉之下 阵阵咒语之音 嗡嗡而起 血魁树 静万人的齐齐低吼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声音 直接冲入天空 紧接着 这静万修士 一个个身体内 弥漫出一股异样的花香 随着花香的出现 却见一个巨大的黄色葵花 赫然幻化在了地面上 这葵花骤变金黄 但中心位置 却是漆黑一片 隐隐可见无数颗粒 好似种子一般 但这颗粒啊 在亡灵的目光下 却是清晰地看到 那赫然就是 这静万修士 那一颗颗头颅 就在这一刹那 这静万修士 头颅下的脖子处 随着他们的 越来越剧烈的咒语 顿时就出现了 一道道血线 刹那间呢 血线一闪 万颗头颅 齐齐断开 大量的鲜血喷出 与之前的咒语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 惊天动地之力 数万丈大小的 巨大葵花 在这瞬间 轰然爆发出 一幕幕 金黄血光交错的 奇异之盲 轰轰之下 直接从地面冲出 向着王林疯狂地逼近 远远看去 就仿若是地面 爆发出了一道 数万丈粗袭的 巨大光柱 直冲王林 一股毁天灭地之力 在这光柱内 急速地扩散开来 更是在那光柱中 隐隐出现了一个 无头的虚影 这虚影全身穿着铠甲 手里拿着一把长枪 在那光柱内 急驰而去 这股力量 在不知何种神通的作用下 赫然已经超过了 天人第五衰修士的极限 已然无限地接近了 第三部大能的 香火神通 甚至可以说呀 这光柱内的气息 已然无限堪比 第三部空涅初期的一击 这一切 均都是因了光柱中的 无头身影 王林猛地转身 双目如电 横扫而去 在那光柱来临的刹那 看到了旗内 那无头身影 那光柱速度太快 轰然间呢 就临近王林 不足三丈 似乎不给王林 任何闪躲的机会 王林 也没有打算去闪躲 他双目一闪 右手抬起 在那光柱临近的瞬间呢 向前一按 轰轰之声 在这东林星上 急咒而起 化作咆哮 向着八方传开 那光柱直接就碰到了 王里面右手 其内那无头之人 其手中的长枪之间呢 随着光柱一瞳 点在了王林手掌之内 轰鸣回荡 王林一头白发 如同被狂风横扫 顿时就向着身后卷起 其衣衫更是积极地扯动 好似要从他身上撕开一板 但王林的身子呀 却是一动不动 就连神色也是没有半点变化 一掌就接下了 这接近了第三部空涅大能的一击 在那轰隆隆的巨像下 天地似被撕开 从王林下方的大地上 裂出了一道巨大的沟壑 这沟壑不断地延伸 在瞬息间呢 穿透了东林星的地层 使得东部的大地 竟然被生生地分离开了 若是从远处去看呢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那轰鸣下 本就险些被打穿的东林星 其东部直接裂开 在一股大力的推动下 分离出了东林星 好似一块巨大的星球碎片 带着旗上那施展了这血葵树 死亡的诸多修饰尸体 向外积极道远 直奔茫茫星海 东林星顿时残缺起来 隐隐开始了大范围的崩溃 那光柱消失在了天地中 旗内的无头身影也随之消散 王林身子始终没有后退半步 直至那光柱在眼前散去 他缓缓地收回右手 竟有如此神通 未知有些可惜了 在这光柱消散 东林星东部分离而出的刹那 因方才那象家老祖 那一句死战到底 让这东林星此刻 存在的全部修士 均都发狂 齐齐直奔王林而来 他们红着双眼 似乎若不杀死王林呢 就绝不甘心 我王林一生杀戮极多 我不介意杀人 虽不知晓 你为何让他们来送死 但 我可以成全你 王林神色平静 面对着急速来临的数万修士 右手抬起 向前轻轻一挥 在这一挥而出的刹那 王林左眼内 九色火焰 熊熊燃烧而起 随着其右手挥动 直接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横扫弥漫 虚火修士 善群战 一挥之下 那些迅速临近的一个个修士 顿时体内就有虚火 烹然而起 在那一生生其厉的惨叫中 在火焰内化作一片黑灰 没有人可以例外 转瞬之中 王林就好似成为了那燃烧的火灼 而这些疯狂的修士 则是变成了飞蛾一般 不断地死在那火焰之下 在这火海弥漫之中 整个东林星的海域 化作了一片片白气升空 遮盖了天地的同时 王林的脚步向前迈去 走向极西之地 那曾经强行夺走了 他全部生机的 相家老祖 闭关之地 随着王林的前行 凄厉的惨叫 在这修真心上不断地传出 所有接近的修士 全部化作火焰 飞灰消散 没有人可以阻止王林的脚步 步步逼近下 王林踏入在了极西之地 那暗红色的大地之上 在他的面前呢 正是那延伸至地底深处 相家老祖 棺材所在的巨大空间的沟壑 王林向前一步迈去 踏入这沟壑内 就在王林迈入的刹那 这空间内啊 那土黄色的棺木内 骤然便有一声咆哮 轰轰而出 大量的黄色粘稠液体 从那棺木内 直接喷出 形成一股夜浪 直奔沟壑中的王林而去 一股腐烂的恶臭 与浓浓的死气 形成了一股卷动 这夜浪的风暴 轰然间呢 临近王林 王林神色始终平静 在那风暴来临的瞬间 骑大袖一甩 这风暴立刻轰的一下崩溃 骑内黄色液体四间 落在了四周地盐上 发出嘶嘶之声 与此同时啊 那棺材内 抓着旁边木板的干枯右手 似狠狠的一用力 带着浓浓喘息的沙哑之音 从棺木内传出 随着声音的出现 则是相家老祖 那可怕的躯体 挣扎的从棺材内坐了起来 干瘦的身子 满是腐烂的躯体 整个人好似没有了皮肤 只剩下了隐隐发黑的血肉 其样子已然不像是人 反倒像是一具死亡了无数年后 尚未腐烂彻底的腐蚀 在这相家老祖身体上啊 还有一条条青筋 血管埋在血肉内蠕动 似残存的挣扎 唯独其胸口心脏处 在大量的血管交错连接下 露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暗红色心脏 这心脏砰砰跳动 但爆发出的却不是生机 而是浓郁的死气 血红的双目死死地盯着亡灵 透出一股愤怒与掩饰不住的一丝恐惧 一股天人第五衰的强悍气息 从这相家老祖身体内凝聚扩散而出 使得其身体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旋 这气旋卷动死气 竟幻化出了无数鬼哭狼嚎之音 似乎在那气旋内蕴含了无尽其力之魂 正在向着亡灵咆哮 这是 这一切在亡灵面前 即便是这老者此刻爆发出了天人第五衰的修为 也还是弱得不堪一击 无视着相家老祖天人第五衰修为 形成的死亡气旋 亡灵的身子从这沟壑内降下 一步之中啊 就踏入进了相家老祖散发的气旋之内 他的身子刚一迈入 立刻这气旋就急速倒卷后退 似乎不敢接近亡灵 被强行地推走一板 眼看亡灵接近而来 这相家老祖眼中恐惧更浓 右手抬起 在心脏上猛的一点 阵阵低吼 顿时就从其口中激素传出 却见在其一点之下 这相家老祖全身的死气 骤然逆转 却是施展了其大神通 七夕之术 一千三百三十六集 神长老 以七夕之术强行转动死气 化作生机 其腐烂的躯体正急速地恢复 但他的这七夕神通 还没等全部施展开来 亡灵脉步中 已然接近了这相家老祖 不足三丈 临近的刹那 亡灵右手抬起 向前随意意志 砰砰之下 这相家老祖的双臂 顿时崩溃 化作一片腐烂的血肉 撕散开来 剧痛袭来 这相家老祖身子向后及时 彻底地离开了那广木 但还没等他退后数丈 在亡灵寒冷的目光下 点去了第二只 轰轰之声回荡 这相家老祖腐烂的双腿 同时爆开 其身子更是被一股巨大的犀利 急扯之下 直奔亡灵而来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转眼之下 这相家老祖失去了四肢的身体 就被亡灵一把抓在了 其没有头发的天灵之上 根本就不去浪费时间 话语所问 亡灵体内原力运转 直接就展开了搜魂之术 去寻找自己想要知晓的答案 你敢杀我 我相家是远古东林家族分支 老夫更是东林家族庞系族人 老夫东林太 你敢杀我 这相家老祖眼中啊 惊恐下透出疯狂 在亡灵展开搜魂的刹那 尖声嘶吼 你毁东林星 屠杀此星数万族人 这等行径 已经触犯了东林家族当年的赵月 你不得好死 不但你要死 你的一切亲友 都要形神俱灭 你敢杀我 郭子 亡灵神色平静 在其开口的刹那 这相家老祖头部以下的躯体 顿时就被一股大力冲入 轰然间崩溃 向后倒卷而去 在亡灵的手中 唯独抓着相家老祖的头颅 继续搜魂 但就在这时 突然 亡灵目光一闪 抓着那相家老祖头颅 在展开搜魂的同时啊 抬头望向 沟壑外的天空 只见这天空之中 骤然就有一道道金光 凭空出现 向着四面八方 急速蔓延 瞬息间 一扇金色的大门 轰轰地出现在了天地之中 这金色的大门上 有两个古老的文字 这两个文字啊 是一个姓氏 一个在这罗天星域 存在了太久太久 甚至四大星域 上还是一体之时 便已经存在了家族之姓 东霖 这大门一出啊 顿时就有一股浩荡威压 从门上扩散开来 那大门在亡灵的目光下 缓缓地打开 随着其打开 赫然间那 金光积极而出 一个高约数千丈的 巨大的金色光影 从那大门内一步迈出 这光影金光闪烁 一眼看去 赫然就是一个金甲巨人 其身子极为凝实 如真正存在一般 阁下 毁东霖星 犯下灵池之罪 屠杀此心修士 犯下灭魂死罪 上我东霖家族人 犯下滔天大罪 三罪合一 当诸九族 随着那金甲巨人的话语 咆哮而起 这金甲巨人呢 右手猛的一台 金光闪烁之下 却是有一把金色的千丈大剑 骤然 幻化而出 向着下方地面 沟壑内的亡灵 急速 轰轰而去 杀便杀了 哪里来得如此啰嗦 今日王某杀人 阻折 接上 王林右手一捏 那象家老祖的头颅 顿时爆开 王林身子 向上一跃而起 在那金色大剑 落下的刹那 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一指安去 这一指 蕴含了王林的倒骨之力 蕴含了他体内修为之力 更有雷霆火焰本源弥漫 轰轰之下 直接就与那大剑碰到一起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一指落下的刹那 其身边血光一闪 却是那血剑 急急而出 直奔前方呼啸而去 那金光大剑呢 在与王林手指碰到的刹那 顿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轰然崩溃 四风五裂刀卷 甚至 就连那金甲巨人 也是身子默然震动 迈出大门的步伐一顿 竟急急后退 就在这时 血剑呼啸临近 在那金甲巨人后退的刹那 从其身体内一窗而过 轰鸣遁起 那金甲巨人身体内 金光好似爆开一样 与那大剑一同骤然崩溃 整个天地 在这一刻被金光弥漫 随着那巨人的崩溃 在天空中 那巨大的门下 赫然出现了一个身穿金袍的老者 这老者面色略有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双眼露出震惊 王林的意志一箭之力 破开了他的幻神之术 逼得他不得不露出本体 王林神色平静 身子从那沟壑升空 看向这金袍老者 这金袍老者的修为样 已然超越了天人第五帅 如当年的灵动商人一样 半只脚踏入了第三步之中 今日杀人已够 王某要走 你要阻我 王林大袖一甩 一头白发飘动 一股宗师气势 在其身上表露无遗 缓缓开口 那金袍老者神色露出复杂 盯着王林 许久之后 一抱拳 沉声道 阁下修为高深莫测 老夫没有能力阻止 但你杀我东林星族人 毁东林星 犯了我东林一族赵月 此时老夫会上报族中 在族内长老会定夺 王林神色平静 若那东林星修士不左 他断然不会杀人 莫非要因为这些修士阻止 就任由他们攻击而不还手 此时啊 大谬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好自为之 王林冷冷的目光 扫过那老者 话语并未对其所说 而是看向其身后 那打开了一半的金色大门 转身 向着星空一步迈去 瞬息间 波纹回到 王林身影消失在了这天地之中 直至他离去之后 那金袍老者 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伤势 连续喷出数口咸血 其胸部更是血痕染透 满出血液 这老者面色极为苍白 他在方才的王林 一指一剑之下 毅然重伤 生死一线之间 此刻响起 仍然一阵心境 一声叹息 从这老者身后传出 却见光芒扭曲之下 在那大门内 走出了一人 此人身上同样穿着金袍 是一个中年男子 你为何不出手 金袍老者按着胸口 转身看向身后那中年男子 老祖闭关前曾言 东林行悔 走我东林家县世 此为我东林族一劫 且此人既发现了我存在 还能说出警告的话语 绝非简单 中年男子摇头 望着王林离去的方向 你我修为相差不多 都没有真正迈入那第三步 就算是我出手 恐怕也留不住此人 只不过 我所修功法奇异 可以感受到一些 你察觉不到的气息 在他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两股大能的气息 此人与你简短的一战 距离他真正的实力 怕是只拿出了小部分 我如何去战 走吧 我族族人已经很少 眼下只有你我二人苏醒 那中年男子正说着 突然神色一动 与那金袍老者同时 看向身后 却见那半开的大门那样 顿时有一股惊人的气息 轰轰而出 二人眼中同时露出喜色 不假思索 立刻踏入那大门那样 消失不见 唯有这金色的大门 始终出现在天地之间 一动不动 大门内是一片冰封的世界 这里另有天地 只不过眼下的一切 全部都被冰封 就连那天空的云朵 也成为了冰源 诸多漂浮的碎石大陆 在这天地内 形成了一座座冰雕 那巨大的冰铃垂下 如同利剑 在其中 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 冰封碎石上 潘西坐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美艳绝伦 但却充满了冷意 她的身体与所在碎石大陆 一同被冰封 但此刻 她的双眼 却是赫然睁开 在其双目开合的一刹那 她的眉心之中居然有星点 一一晃晃 慢慢地旋转起来 一股古神的气息浩荡而出 那两个金袍修饰啊 此刻踏入这冰封的世界内 急迟而来 恭敬地站在了这女子 所在大陆之上 恭迎神长老出关 二人压住神色上的激动 齐声开口 这女子之美 比之当年的目冰眉 甚至还要多上几分 她即便没有笑容 但也可以让一切修饰 望之便怦然心动 更有一股英气 在其眉目中蕴含 使得此女看起来 与寻常女子极为不同 别有一番风韵在内 眼下随着其慢慢睁开双眼 其目内似蕴含了星辰一样 让人不由的会迷失在内 无法自拔 阵阵咔咔之声 在这冰封的碎石大陆上回荡 却见了冰层寸寸裂开 最终整个碎石大陆 所有的冰层轰然崩溃 四风五裂之下 倒卷似射而出 那女子深深地吸了口气 眉心之中 古神星点旋转之速 骤然加快 阵阵磅礴的古神之力 从其眉心传出 瞬息就涌入全身 许久之后 这女子双目露出金光 看似娇柔的右手 狠狠地一握 轰轰之声 从其手心传出 震动八方 更是在这一握之下 这女子眉心的心点 旋转一对 清晰地露出其内 那七颗紫色之星 七星古神 七星女古神 随着这女子古神身份的露出啊 似乎一切之前之事 都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 为何一目子会奉命 出去直奔望月 为何王林在东林星 会被那相家老祖 吸去全部生机 那吸走的生机啊 是古神的生机 这一切王林尽管 并不全部知晓 但他此刻 在这罗天星域中前行 却是明目了大半 那相家老祖记忆内 当年他吸收王林生机 本是为了一己私欲 与其所修功法有关 且他断然没有放过王林 活着离开的打算 实际上在王林 进入东林星的一刹那 相家老祖就感受到了 在王林身上 有一丝 他们相家族人的怨念 这怨念呢 相家老祖品位之下 知晓了属于哪一个族人 就算没有这个怨念 这相家老祖 也会去吸王林的生机 因为那时的王林呢 尽管尚未与本尊融合 但通过魂魄的迁移 透露出的生机之大 足以让那相家老祖 心动不已 但正在他吸走了生机 要杀王林的一瞬间呢 却是有远古东林家族之人 传出一道神念 在那神念中啊 相家老祖不敢不听从 这才放弃了 当场杀死王林的念头 按照那神念的要求 通过王林的灵魂 从其本尊那里 吸收了无尽的捕身生机 这一切事情 王林搜魂之下 已经知晓 以他的心智 联想当年那一目子的所为 不由地猜测出了一些事情 远古东林家族 王林目光一闪 回头看了一眼 深厚遥远之处 一千三百三十七集 往昔红颜梦 这个家族内 有古神 只是不知这古神 是横骨存在 还是如我当年一样 传承而来 王林沉默中 许久收回目光 向着前方慢慢走去 我的警告已经传达 不要来惹我 四件事情 眼下已经完成了两件 接下来就是第三件 妖家 血神子 王林神色平静 但双眼那样 却是之前的煞气未散 那血神子当年追杀于我 若非清水师兄 怕是我分身 早就心神俱灭 此事 我怎能忘记 且这血神子体内 似有骨腰 我目前骨腰分身 急需骨腰之力 另外 当年我尽管 没有答应了 妖家女子 可在其梦中 却还是有了承诺 留下了因果 眼下 我便把这一丝因果了却 王林的身影 渐渐远去 东林星残破不堪 其商向着 及一切分支家族 尽数崩溃 在那东林星四周啊 传遍整个 罗天的剧烈声响 很快就被 罗天修士 大范围的知识 东林星 罗天星域第一凶星 其凶宁赫赫 他的崩溃与毁灭 对于罗天修士来说 足以掀起惊天震动 此刻 在罗天南部行御 有一组约百人的修士小队 他们一个个沉默中 向前急驰而去 在这群修士之中啊 有一个女修 这女修容颜不再年轻 看起来 已然成了中年妇人 脸上带着岁月的痕迹 默默地 在这群修士中前行 尽管其样子已是中年 但隐隐地还是能看出 在其年轻之时啊 应该是一个绝美之人 还有残余的风韵不多的存在 这一切 前提是她的脸上 没有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伤疤 这些伤疤呀 把一切全部掩盖 暗红色的疤痕 交错在其这原本 还应美丽的容颜上 如同一道道沟壳 在那血肉翻开中啊 留下的只有猙獰与可怕 让人望之 便会心中生艳 似乎不愿离她太近 这些伤疤呀 并非是寻常法术可以消散 这是她在岁月之中 久久地自行划出 一次次的痊愈后的 重新撕开 慢慢地似乎刻在了骨子里 刻在了其原神上 成为了永恒 她的修为并不高 仅仅只有阳时境界的样子 在她的身上 透出一丝深深的疲惫与茫然 她的家族 在当年与联盟之战中啊 几乎死亡殆尽 只剩下了不多的几人 就连最疼爱她的老祖 也在那大战中重伤 更是在联盟朱雀星的 古神之地 为了救她而到予 整个家族崩溃了 在大战结束之后啊 疲惫不堪 更受伤颇重的她 回到了罗天 只是族人分裂 家族不在 悲伤欲绝中 她流下眼泪 望着消散的家族 她黯然离去 在这罗天星雨内 默默地独自修行 成为了一个无家之人 一个女人 在大战之后 有些混乱的罗天星雨 想要生存下去 其尖酸的过程 可想而知 尽管还有一些家族 但人走茶凉之下 又有何用 那个时候 她还年轻 还有绝美的容颜 亏似其美貌者 大有人在 承诺其修为者 更是诸多 一个柔弱的女子 很难不屈辱的生存 尤其是她的美貌 更是会引起 诸多的垂涎 如同云海归原宗的 吕飞烟一样 只不过这罗天的她 却是比之吕飞烟 更要决断 她亲自毁去了自己 那绝美的容颜 断去了一切窥私的目光 红颜薄命 可若严毁至丑 或许薄命 也就不在了 她没有忘记 自己当年的愿望 可以如老祖一样 成为了一个 修为高深的女兄 可以屹立在罗天之中 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只是 这个愿望 渐渐地距离她 越来越远 在她的心里 若非还有一个身影 怕是她早已经 成为了别人的 颅顶之物 凭着身体 去换取 继续修行下去的资格 与保护 只是 那个身影的存在 却是让她 无法去做到 那一切屈辱之事 她不想让自己 沉落下去 尽管那个人 或许早已 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甚至连自己的名字 都已经不记得 但她 还是记得 她忘记不了 当年的雷仙界内 那一个并不高大的身影 带着诸多修士 在崩溃的仙界中 寻找出路 她忘记不了 那个身影 与守护阵法的 雷仙殿之人 悍然一战的模样 她更是忘记不了 风仙一战中 那个身影 一鸣惊天 成为了雷仙 尽管那个时候 或许对方并不知晓 在其四周的观望 修饰之内 有她的存在 尽管对方不知晓 在看到那身影 崛起的一刻 她心中的喜悦 是那么的浓郁 八百年的岁月 每每想起往事 她都会在心酸的同时 凭着回忆中那深意 给自己带来一丝 挣扎下去的勇气 往事如烟 在这女子的脑海内 如画面一般 一幕幕闪过 没过多久 在她们的前方 就出现了一颗 散发浓浓灵气的修真心 这一群近百修士 在那修真心外 停顿下来 带头者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神色略有孤望 目光在身后 诸多修士身上一扫 在看向那女子的时候 这男子脸上 露出一丝赠眼 修士之中 大都爱惜肉身 肉身几乎是修行之本 往往有很多修士 寻找一切方法 让自己的肉身保持生机 尽管无法长生不死 但却寻觅着不老之法 如这女子一样 丑陋之人 毕竟不多 且这女子修为 紧紧扬实 又无家族在后 只不过是一介野修而已 可以任意凌辱 喜自发 你去以原神撼动 死心诡计 这中年男子 修为已然达到了 窥孽中情 话语之中 便有一股不容质疑的威严 他很早之前 就认识这女子 曾经也是窥探其美貌者之一 但越是如此 每每看到对方 那丑陋的相貌 便越是心里不舒服 挪移修真心 须先以原神去撼动 其运转轨迹 这种事情 在那修真心轨迹 被改变撼动的刹那 会有反振之力传出 对原神伤害极大 西子凤沉默 正宁的容颜 略有苍白 扳赏之后 他恭敬地抱拳 低声沙哑地开口 使者大人 之前三颗修真心 都是我来撼动其轨迹 眼下原神之伤 还没有恢复 能不能 还没等西子凤说完 那中年男子 便眉头一皱 哼了一声 西子凤身子一颤 咬着下唇 不再说谎 而是转身向着那修真心走去 在他的身后 那近百修士中 有一些人眼中露出不忍 唯有暗叹 哎 近千年前的西家 在罗天尽管不是顶尖的家族 但也极为庞大 眼下这西家当年的嫡系族人 当年明媚动人的西子凤 如今却是如此 哎 造化弄人哪 这西子凤 是一个罕见的坚毅女子 可惜啊 可惜啊 没什么好可惜的 修道本就是残酷之事 大战之后 比他更要凄惨之人 大有人在 西子凤咬着下唇 慢慢地飞向前方 那灵气浓郁的修真心 闭上了双眼 没有泪水 他的泪水 早在这八百年中 流干了 慢慢地 其体内修为运转 渐渐一股柔和之芒 从他身上扩散出来 其原神 缓缓飘出一丝 化作一股神石 直奔前方 已经搬迁一空 再无任何凡人 与修士的修真心而去 周然间呢 其神石就与那修真心 似乎连接在了一起 其面色苍白中 狠狠地一摇摇 神石猛地向外一折 这修真心 顿时便有轰鸣回荡 其缓慢地转动 在被这神石一扯之下 直接就顿了一下 但就在其停顿的一刹那 却是有一股 无法形容的大力 轰然反正而出 直奔西子凤神石 狠狠地冲击过去 西子凤喷出一口鲜血 其原神分出的那一股神石 无法承受这股反正之力 刹那间 就从中间撕裂开了 其面色惨白一片 身子连续后退数十丈 原神再次弥漫 又化作了一道神石 直奔着修真心 再次的议成 剧烈的轰鸣之音回荡下 那修真心剧烈的震动 隐隐有了一丝 要改变轨迹的迹象 只是 其反正之力 却是比之方才还要剧烈 在那轰隆隆的声响下 爆发出来 西子凤的神石 被这爆发的反正一冲 又一次崩溃 这次的崩溃 使得西子凤神石 寸寸瓦解 其原神更是重创 倒卷回到体内 鲜血从西子凤口中喷出 其身子一颤 好似站不稳一样 面色一片死灰 就连双眼也都暗淡下来 没用的废话 冷哼中啊 那雷仙殿使者中年男子 向前一步迈去 直接越过了西子凤 大袖一甩 神石直奔修真心 在其低刻之下 那修真心轰轰震动 慢慢地脱离出了其无数年来 转动的轨迹 疑星 那中年男子 双手虚抱 似死死地抓住 那修真心 向着身后大喝 那近百修士 不用其吩咐 在其话语传出的刹那 就直奔前方 一道道银色细丝 闪烁而出 与那修真心 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张 巨大的阴望 笼罩此心 同时发力转动下 唯独有一个老者 在从西子凤身边走过时 叹息一声 从储物带你 取出一瓶丹药 快速地递给了西子凤 西子倒有 老夫当年也是他带出的雷仙剑 这老者轻声说着 从西子凤身边走过 西子凤默默地接过药瓶 眼中露出感激 漆内装着 罗天珍贵的丹药 吞下之后 加快速度疗伤 这八百年来 那些当年西界的 世交帮助 反倒没有这些 曾经一同 被王林带出 雷仙界之人当 若非是这些人 西子凤的修道之路 会更艰辛 愣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过来一惊 废物就是废物 有着好看的容颜 偏要去毁掉 当初你若同意我的要求 何来今日 那雷仙殿使者中年男子 冷笑 使者大人 西子道有也加入了雷仙殿 虽说修为不够 但身份与我等一样 他之前撼动多颗修真心 赏识未遇 你何苦多多逼人呢 让他略作调养 莫非不成 那之前送药的老者 实在无法忍住 出言反驳 那中年男子目光一闪 看向说话的老者 本师者做事 还要你来指手画脚 老者修为样 只有窥涅出其 被那中年男子目光顶住 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 庞大的威压 忽面而来 但这老者 却是咬牙抬头 冷笑开口 你现在也应该知晓了 西子倒有当年 钟情于他 他在之时 你可敢如此 一千三百三十八级 西子忘情 此言一出 那中年修士眼中 顿时起了凶光 更是心神一震 他自然知晓 对方所说是谁 当年的那个人 在风仙一战中的 一幕幕气势 仅仅还是阳时禁忌的他 完全是须仰视的存在 根本就不敢在那个人面前 有半点不敬之色 尤其是在联盟星宇一战中 那个人彻底崛起 明镇罗天联盟两大星宇 声名赫赫 在其面前 这中年修士自认 如同娄影 他早已离去 甚至死了都有可能 这中年男子话语 没等说完 那老者冷笑中打断 如果回来了呢 这一句话 让那中年男子沉默 许久之后 冷哼一声 大羞一首 喝的 修得多言 西子凤 还有你 速去一声 那老者看了这中年男子一眼 不再言语 加入到了疑心的修士之中 西子凤始终沉默 放弃了继续疗伤 默默地走上前 咬牙分出神识 化作银线 牵动那修真心 随着众人 慢慢地向前飞去 那中年男子 在最前方 神色一片阴沉 他被那老者的一句话 扰得心绪有些不宁 如果回来了呢 这句话环绕在其耳边 久久不散 一行近百人 在那修真心移动的轰鸣下 慢慢地向前飞去 渐渐地越走越远 但没过多久 在这些人的前方星空 却是出现了一个白衣身影 这白衣身影 一头白发飘动 在这星空向前缓步而走 看似缓慢 但实际上 其每一步迈出 都跨越了无尽星空 在众人眼内 也仅仅是白影一花之下 一股几乎让人窒息 如同山峰压下之感 顿起 刹那间呢 这感觉就消散一空 那白影更是消失在了众人前方 这一切仅仅是刹那发生 快地让人连反应 似乎都无法做到 仿若幻觉一样 众人全部身子一阵 眼露骇人 尤其是那最前方的中年男子 更是愣了一下后 心神弥漫震惊 但还没等他们 从那震惊中苏醒 却是清晰地听到了一声轻疑之音 似乎从星空内 徐徐传来 这声音落在众人耳中 顿时就让这近百修士 心神再次轰鸣 一个个面色大变中 齐齐后退 西子凤全身一颤 这声音尽管只有一个轻疑 但落在她的耳中 却是如同天地崩溃一般 让她心神强烈地颤抖起来 她下意识地就要抬头 但却忍住 反而把头更深地低下 身子向后退去时 躲在了修饰之中 说不清的一种情绪 让她不愿被人看到 在这轻疑之声回荡中 那之前离去消失的白衣身影 骤然间重新出现在了 诸人身前的星空 目光向着他们扫来 在这目光下 没有人可以看清 对方的样子 仿若这白衣之人 如同一颗太阳 光芒万丈 让人不敢注视 那最前方的中年男子 更是心神红红 在这目光下 全身似乎一切都停止下来 就连元神 都深深地压制在体内 丝毫不敢动弹半点 仿若这目光如同实质 死死地卡住她的脖子 卡住其元神 只要对方一个念头 自己的肉身 就会轰然爆开 元神直接就被抹杀 这是一种超脱了 他们理解的存在 前辈 那中年男子修为最高 但距离那白衣身影 也是最近 此刻低头中 身子一软 竟然直接跪在了星空 声音颤抖 似乎要说些什么 这白衣身影 正是王林 王林原本没有去在意 这群修士 可一晃而过的刹那 却似乎在这群修士中 感受到了一个人 一个她当年曾经遇到 对自己产生了爱慕之意的女子 这女子若是与当年一样 王林不会停留 但她看到的一切 却是让王林心中一通 她的目光下 前方这群修士 已然全部消散 只剩下了那一个要躲藏起来 低着头 面色苍白身子颤抖的女人 望着这个女子 她尽管低头 但还是清晰可见 低处处猙獰的疤痕 王林沉默在了那里 西子风咬着下唇 八百年中啊 她本以为自己的眼泪 已经流干 流尽了 再也不会有了 可今天 在这一刹那 她的眼角内 还是有两行青泪流下 划过其脸颊 可却不成直线 而是流入 其脸颊上 如沟壑一般的 深深疤痕内 被改变了方向 她想要去躲 她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与当年的她 已经大不一样 她宁可让自己 孤独的老去 直至死亡的来临 也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自己的狼狈之中 以那丑陋的容颜 让那个人看到 眼泪 更多的流下 她深深的低着头 身子下意识地后退 后退 再后退 躲到天涯海角 躲到星空近处 躲到一个被人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地摸着自己的记忆 默默地擦去 那已经遗忘了感觉的泪 西子方 我是王林 王林望着后退的这中年女子 轻声开口 她忘记了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那明媚的容颜下 一张带着微笑的俏脸 在人群中望着自己 那慢慢地老去 慢慢地忧伤着 凝望着她的脸 再说出自己名字的一刹那 这近百修士 全部轰然矩阵 尤其是那最前方的中年修士 更是瞬间 退去了所有血色 似乎就连心脏 都停止了跳动 连元神都在这一句话下崩溃 灵魂因这个名字 四分五裂 魂飞魄散 王林 曾经在罗天 名阵八方的一个名字 我不是西子方 前辈认错了 那后退的女子 声音颤抖中 似乎没有了退路 咬着嘴唇 轻声开口 说不明的一种情绪 对于西子凤 王林的记忆虽说不深 但却不会忘记 就如同人之一生 总会有喜欢的人 也会有喜欢自己的人 这样的女子 可以蜿蜒 可以松手 但绝不能忘记 西子凤体内的伤势 在王林的目光下 清晰可见 这伤势啊 为原神之伤 多次留下之后 成了顽疾 很难痊愈 且显然刚刚不久 她又经历了一次 原神的重创 刚刚 她是如何受伤的 王林目光在身前 这近百修士身上扫过 最终落在了一个老者身上 这个老者啊 王林有些眼熟 恍惚中隐隐记得 似乎是当年 被自己带着 离开雷仙界的 那群修士之一 老者被王林目光注视 神色露出疯狂与激动 对于王林啊 他们当年这群人 有不少 直至现在 都心怀感激 且随着王林的声明 在数百年前 赫赫而起 更是让这些人 为之疯狂 崇敬起来 恩公 这老者声音颤抖 向着王林 深深地抱拳一拜 那最前方跪在那里的 雷仙殿使者 中年男子 身子巨针 原神颤抖 眼露绝望的同时啊 更是下意识地 转头看向那老者 目中露出 浓浓的哀求 只是这哀求啊 随着那老者的下一句话 顿时崩溃 他好似听到了 天地的破灭之声 在自己的脑海内 轰轰而起 是他 若非是他这段日子 几次三方为难 息子道友 其原神伤势 绝不会如此严重 那老者一指最前方 跪在那里的中年男子 周总云 你血口喷人 我身为雷仙殿使者 有权利要求 你们每一个人 听从吩咐 你胡言乱语 如此污蔑于我 所为何以 这中年男子 在这莫大的恐惧之下 突生了一股力量 起身 积极后退 身色焦急 大豪情 前辈 莫要听此人谗言 晚辈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罗天备战 根本就没有如他所言 去为难西子道友 晚辈当年 还是和西子道友相识的 岂能如此 这中年男子 鸡声中 身子迅速后退 转眼就退出了 百丈之外 王林带着之前 毁灭东林星 巷家残余的寒幕 转身看向了 那不断后退的 中年男子 孰是孰非 以王林的心智 一眼就知晓 欺辱一个柔弱女子 你 该死 王林眼中露出 浓浓的杀机 西子凤越是后退 越是低头 那种给王林的冲击 就越大 八百年的时间 物是人非 昨夜红颜有梦 今夕朦胧之戎 带给王林的 便是那种岁月流逝 故人身影 渐行渐远的惆怅 盯着那不断后退 神色露出 滔天惊恐的中年男子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右手缓缓抬起 你不能杀我 我是雷仙殿使者 我奉雷仙殿之命备战 身上有雷仙殿封灭 你若在此时杀我 就是与整个雷仙殿为敌 就是阻碍螺天备战 你不但是整个螺天的敌人 你还是四大星域 此刻联手大备战之敌 我修为不高 但也是抵抗阶外入侵的一份力量 我要为阶内争容 我要为阶内奉献我的全部力气 你不能杀我 就算是要杀我 也给我一个与阶外一战的机会 让我死在战场上 那中年男子退后中 几乎把这一生能想到的借口 与理由全部急速地吼了出来 他年轻之时 本就擅长言辞 且自诩犀利 此刻生死危机 这项本事彻底地爆发出来 死在战场 我无怨无悔 我不想在还没有燃烧我的生命之前 就死在这罗天的一次错误之中 我所有的错 罪不至死 若你要一定要杀我 就请给我余留百年寿远 让我可以为阶内一战 换了寻常修士 听到此人这番话语 定会为之动容 甚至极有可能放过此人 让他离去 这番话语说得正气凛然 更是透出一股 为界内誓死如归的气势 实际上 这中年男子一生 凭着其犀利的言辞 占据了极大的好处 就连这雷仙殿使者的身份 当年也是他以口舌换来 只是 他在这一次遇到的是王林 以王林这一生经历的 种种阴谋诡计 种种心性狡诈之人 他一眼就看出 此人所说呀 句句都是浮词描语 右手抬起钟啊 轻轻一落 那后退数百丈外的中年男子 顿时就凄厉的惨叫起来 其身子震动下 碰碰中 从身体所有位置 全部都有血污喷出 转眼之下 就成为了血人 那贱人 这数百年来欺辱他这众多 你为何只杀我一人 你若真有本事 就去全部杀光 吼出这最后一句话 这中年男子 身体轰的一声 肉身直接爆开 心神俱灭 消散在了星空之中 杀窥涅修士 如捏死蝼蚁 一千三百三十九集 剑指鲁夫子 四周一片寂静 包括那之前的老者在内 全部都震撼在了那里 心神狂跳 他们尽管已经感受到了 王林的强大 可此刻 亲眼看到挥手间那 一个窥涅修士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消散的场面 却是仍然未知恐惧 王林冰冷的目光 在这近百修士身上一走 向前一步迈去 奇速之快 转瞬 就踏入这群修士之中 一闪之下 连同其内那西子风 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远远的 有一道柔和之芒 急驰而来 化作一枚丹药 漂浮在了那老者身前 此丹闭关扶下 感悟其内凶兽之魂 可让你修为增加 那丹药那样 散出一股极为浓郁的 原力波动 闻之一口 便让那老者心神一战 仿若打坐树月 罗天星雨内 一处半废弃的修真星上 此刻天空飘着白雪 矮矮而落 给大地盖上了一层棉被 在这修真星上北部 有一处山峰 此刻山峰披着雪衣 天地一片寂寂 山峰顶部 西子凤低着头 面色一片苍白 眼泪被他强行止住 沉默在那里 在他的前方啊 王林复杂地 望着眼前这个女子 轻叹一声 右手抬起在前 轻轻一挥 立刻便有一股原力 柔和地涌入这女子体内 融入其原神 运转之下 瞬息间啊 就使得此女伤势恢复 西子凤身子一颤 头低得更深了 那股在他体内的原力啊 为其疗伤恢复之后 并未消散 而是轰然间直奔其容颜而去 阵阵清脆的咔咔之声下 西子凤脸上那一道道 猙獰的疤痕 那寻常修饰 无法让其恢复的伤口 顿时寸寸崩溃 化作点点碎片 被雪风一吹啊 从其脸上薄落 渐渐地 在那碎片的飞舞中 西子凤那张脸上 展露出了一副 俏丽的容颜 与当年的样子 除了岁月的痕迹外 几乎没有了区别 当年的妙慢女子 此刻 尽管还是处子之身 但却有了一丝沧桑 好似妇人 西子凤抬起手 摸着自己光滑的脸 眼泪 再次留了下来 八百年前呢 她亲手 毁去了自己的容颜 她从未想到过 八百年后的今天 那记忆中的人影 会为自己 恢复了当年之容 我一生 只收下了两个弟子 一个叫做谢青 一个叫做十三 你 可愿成为我第三个弟子吗 王林望着天地间 漂浮的雪花 任由那雪落在身上 缓缓开口 西子凤身子一震 沉默的同时 眼泪却是更多了 王林没有再开口 等待着对方的选择 他本不是一个无情之人 这是 他无力再去接受一切了 他可以阻止自己 去喜欢别人 但这世间之事 有些东西 他却是阻止不了 他阻止不了 八百年前 这个女子喜欢自己 也阻止不了 这八百年来 对方始终存在的心意 相比于李倩梅的 相望于江湖 对于这柔弱可怜的西子凤 王林做不到 说不出 那一句绝情的话语 世间之情 男女之间还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 时间慢慢流逝 雪花渐渐跃浓 落在了二人的身前那 好似一道雪木 西子凤脸上露出一丝柔和的微笑 他第一次抬起了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那雪木后 站在那里的身影 似乎要把这身影 牢牢地记在心中一样 与当年的那一幕幕身影 慢慢地重叠起来 他轻轻地跪在了地上 这一跪 斩断了八百年前的往事 这一跪了却了一桩因果 这一跪苦涩的同时 也让西子凤有了解脱 他跪在雪上 低声道 弟子 见过十字 两滴最后的眼泪 顺着其光滑的脸颊流淌 落在了地面上的雪中 融合了一层层白雪 形成了几个深深的泪孔 只是这泪孔 很快就被雪花盖住了 和我一起走吧 王林亲声开口 弟子的家在罗天 西子凤起身 低声道 王林沉默 许久之后 右手抬起 虚空一拍 顿时便有一股磅礴的原力 轰然间融入西子凤体内 推动其原神的同时 更把自己这一生的感悟 分出一些 对方可以接受的极限 在其体内运转 西子凤的修为 在这原神的运转之下 立刻突破了阳石 直接达到了窥孽 但这传宫之术 没有结束 而是始终涌现 直至将西子凤的修为 强行提升至了净孽之后 才缓缓停止下来 化作了三道封印 压制了西子凤 暴增的修为 这么做 是为了让其 慢慢地理解 与消化 传宫之事 就算是以如今 王林的修为 要做到 也是难度极大 雪 越来越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 王林收回右手 向着天空一抓 顿时便有无数雪片 凝聚而来 在其手中化作了一个雪球 这雪球在不断地积累中 慢慢地越加凝湿起来 望着那雪球 王林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骨神之血 阵阵滋滋之声响 这一口鲜血 落在雪球上 将其染红的同时 更是让这雪球融合 在融化之中 又有更多的雪片来临 很快 就成为了冰晶 王林右手 在其一拍 这血色冰晶 顿时被拉长 转眼 就化作了一把长剑 血色长剑 与此同时 王林幽木瞳孔 雷光一闪 雷图隐隐在眼中 晃晃 其外那九道伴随之雷中 激净之雷 分出一丝 冲出幽木 钻入近这雪剑内 与之完美的融合 顿时 一股滔天煞气 就从这血剑内 轰轰爆发出来 第三步大能之下 无人能承受此剑一展之力 你既难舍故土 此剑便送你防身了 日后但凡有不敬者 你将其斩于此剑之下 王林右手一甩 这血剑呢 立刻直奔西子风 刹那就融入其体内 成为了其本命之宝 为 为师 去帮你做一件事 你还有一个师兄 在清零星 若需帮助 可持此剑名身 西子风 王林看向身前女子 这女子咬着下唇 默默地抬起头 望着王林 与其目光对望 在其眼中啊 隐藏了一股 埋藏了八百年的情 王林沉默了片刻 深深地看了身前女子一眼 暗探中转身 向着天空一步迈去 越走越远 望着天空中 王林离去的背影 渐行渐远 西子风的眼中啊 浮现出雷仙界中 那站在崩溃的碎片大路上 打开一切 避障的身影 浮现出 那带着诸多修士 冲出雷仙界的身影 浮现出风仙一战中 那傲视群雄的挺拔 浮现出 那白衣如雪 渐渐走来之人 雪片飞舞 慢慢地 让西子风的目光 有了模糊 这样的结局 或许更好 西子风低下头 星空中 王林眼中 又寒芒闪烁 他在为西子风 传功之时 凭着其强悍的修为 已然在其记忆内 一扫而过 他没有去看 西子风的私密之事 而是把这八百年来 对方遭遇的一切欺辱 全部清晰地记下 那每一个曾 欺辱之人的样子 深识的气息 此刻 在王林的脑海中 极为深刻 我不介意杀人 不介意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脉步中 其身影消失 云洞星 赵家所在 赵家是此星第二大家族 尽管比不上真正的传承世家 但在这一片行语内 赵家却是极为强大 赵家现任家主 早年修为本就极高 更是在联盟一战内立下功劳 事后被赐予担要 如今的修为已然到了静孽中期 他在这云洞星 地位尊高 受族人敬仰 性格更是极为孤傲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晓 在八百年前 他曾是西子凤的追求者之一 更是在西家没落之时 用出强硬的手段 欲将西子凤暗中掳来作为掳底 虽说此事被人所阻 但却给了正面临家族崩溃 绝望之中的西子凤 一次深深的伤害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八百年 这赵家家主此刻也早就忘记 此时啊 他正坐在赵家大殿内 在其下方 赵家族人盘膝 正聆听其讲道 但就在其开口 说出第三句话的刹那 却是有一股滔天寒气 轰然从星空降临此星 直接就笼罩在了赵家大殿 在所有族人的骇人震惊中 一道剑气呼啸而来 其速之快 已然达到了一种 不可思议的程度 直奔赵家 直奔大殿 直奔的大殿之内 同样骇人的赵家家主而去 一切太快 呼啸间了 剑气以迅雷般之速 冲入着赵家家主体内 轰得一声 此人肉身崩溃 行神俱灭 天木星 东来家族 其家族大长老 在整个东来家族中 被誉为最慈祥之人 其修为在三百年前 到了静孽圆满之后 便整日如花农一般 在自己的院子里 种植了不少奇异花草 以此修养新兴 罕友人知晓 在八百年前 作为西家的世交 上海不是大长老的他 曾逼得西子凤不得不把身上最后一件老祖留下的法宝送出 自毁容颜 此刻他身穿粗布衣衫 拿着胶水的棺子 如同凡人一样 正在浇花 在他的身后 恭敬地站立着三个中年男子 这修道便如养花一样 须感悟自然之理 感受天地的变化 老夫三百年来 虽说没有闭关 更忘记了修为的变化 但实际上 正是如此 方可真正地感悟天道 大长老所言极是 那三个中年男子 恭敬点头 老者脸上露出微笑 自然看出这三人呢 并未明目 正要继续说下去 但就在这时 整个天目星轰然一阵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之下 一道剑气破开天地 从星空击尺降临 这剑气太快 那老者仅仅是抬头看去的刹那 轰然间呢 剑气就临近 直接冲入其体内 轰的一声啊 老者肉身崩溃 一切存在 全部消散 唯独那娇花的水罐 没有半点损伤 掉落在了地面上 子庙星 卢家 身为罗天南部四大家族之一 其少族长 修为高深 更有其家族在后 罕有人敢于招人 此刻 这少族长 在其闭关之处 正赤裸着身体 在一个女修身上 不断地耸动 更是传出了阵阵 似野兽一般的敌好 其身下的那女修啊 相貌很是俏理 但此刻 却是面色苍白 其容颜急速地改变 转眼之下 就不断地苍老 最终几乎成为了哭 片刻间 这女修惨叫中 蹊跷流行 七力死亡 下一个 那男子起身 看都不堪一眼 旁边自有修士上前 抬走了尸体 更是送来了 另外一个眼露迷茫 失去了神志的女修 1340世纪 一生道友 尽沧桑 这男子 一手便把这女修抓来 神色阴沉中 正要借对方修炼 但就在这时 一声惊天呼啸 从这紫秒星天空 轰轰传来 这声音刚开始 似还在天边 但刹那就正耳欲聋 这闭关之处的天蓬 骤然包改 碎石四剑中 那男子眼露骇然 猛地抬头 不假思索 便把那女修挡在身前 一道剑气呼啸 穿透那女修身子 并没有对其造成 半点伤害 而是直奔女修 身后的这男子 从其眉心 直接进入体内 轰得一声啊 这男子双眼睁大 肉身直接崩溃 其身旁那女子 被这鲜血淋在身上 眼中弥漫 顿时就消散 清醒过来 水罗星前家 霍空星孙家 寻灵星李家 等等诸多地方 在这同一时间 纷纷有剑气呼啸而去 破开修真心的防护 直奔那当年 一个个曾欺辱 西子凤之人 星空中 一对近百修士 正拉扯着两颗修真心 急驰而走 当守者是一个老者 这老者神色威严 不怒自威一般 其身后修士 看其目光 大都恭恭敬敬 但就在这些人前行之中 在前方星空内 一道剑气轰轰来临 在诸人呢 还没等反应之时 那剑气轰的一下 就冲入这老者体内 让其崩溃而亡 一幕幕相似的场面 在这罗天星雨内 陆续而出 凡是在这八百年中 冒犯了西子凤者 全部在剑气中死亡 雷仙殿此刻备战之地 那数百颗修真星 组成的巨大阵法内外 有大量的雷仙殿修士 正急驰游走 在一颗颗修真星上 布置阵法连接 突然之间 十一道剑气 在这星空突然出现 分成十一个方向 急驰而去 轰鸣之声惊天而起 一个满脸阴沉 正布置阵法的中年男子 瞬息啊 剑气入体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便立刻崩溃而亡 转眼之下 便有十人 在这庞大星阵的不同之处 纷纷崩溃而死 那最后一道剑气呼啸 直奔星阵深处 在那漩涡外 刺入进一个 潭膝坐在那里 加持阵法的老者体内 这老者身子一颤 喷血肉身爆开 这骤然出现的一幕幕 顿时就震动了 整个星阵 使得雷仙殿所有修饰 为之害人 没有多杀一人 也没有放过一个 王林凭着神识的感应 释放出了 近百剑气 横扫罗天 这就是他对西子凤所说 要为其做的最后一件事 脉步中 在那雷仙殿 磅礴的星阵之外 王林的身影 一塌而出 他遥遥地看向 那占据了极大范围的 数百颗修真星 组成的阵法深处 那旋转的气窝 以及无数雷仙殿修饰 一语不发 向前缓缓走去 他步伐不快 但每迈出一步 都有一阵星空轰鸣 如雷霆一般回荡 轰轰之下 这声响 随着王林的脚步 几乎连成一片 形成了滔天之音 传遍八方 无数雷仙殿修饰 面色苍白 齐齐后退 他们不像是 东林星家族之人 被操控了神志后 敢拼死一战 此刻后退之下 远远看去 这些修士 就如同潮水 齐齐卷动 不断地退开 随着王林的前行 骤然间 便有一声力笑 从那星阵中心 那巨大的漩涡内 鲁夫子的口中 绝天而起 这股力笑 惊天动地 直接就从那漩涡内冲出 化作一股无形之浪 向着王林横扫 王林的脚步骤人一顿 轰鸣之音 在这一刹那 传遍八方 这是鲁夫子与王林 第一次正面对抗 二人尽管都没有出手 但一个要向前走去 一个阻止前行 却是在这星阵上方 展开了冲击 这简单的一声力笑 是鲁夫子毕生修为所化 更蕴含了其身为第三步 空业初期修士的神通之力 在这笑声中 星空震动 似要崩溃 更有无数巨大的裂缝被撕开 如同一道道力剑 冲向王林 仿若狂风扑灭 在这一声力笑下 鲁夫子的强悍 刹那展露出来 若是换了天人 第五衰修士 在这鲁夫子的阴浪冲击下 立刻就会肉身 直接撕裂 原神崩溃而亡 就算修为 同样到了第三步 同样是空业初期 在这笑声中 也会被作 抵消之下 无法继续迈出 但王林修为 并没有到第三步 他是以道骨 传承 达到了骨神七星 以其强悍的七星肉身 立抗第三步大能 他肉身之强啊 已然达到了一个 极为恐怖的程度 在这鲁夫子的立笑下 王林双目 骤然便有金光一闪 这天下间 再没有任何笑声 抵得过骨神一吼 尤其是道骨一吼 第三步 又如何 王林眉心 古神星点 积极闪烁 旋转而出 那七颗星点 转动之下 古神之力 轰然充斥 王林全身 更是在其身后 那道骨头颅 凭空幻化而出 在这头颅出现的刹那 王林张开口 向着前方 那庞大的星阵深处 那巨大的漩涡 发出了一声 惊天之吼 这声音如咆哮 在刹那间 疯狂地传出 直接压倒了 那鲁夫子的立笑 形成了一股 滔天之音 轰隆隆之下 直奔前方横扫 尽管比不上 古墓内 那奇异的存在 借着王林之口 传出震伤诸多大能 震退掌尊的 一吼之力 但此刻 王林的这一声 道骨之吼 却是略具备了声势 吼声哄哄 在王林与那鲁夫子之间 轰鸣震动天地 好似有两个无形之人 正在展开疯狂的攻击 在这吼声下 整个星阵骤然一阵 星空的撕裂 顿时崩溃 那些退后的无数修士 更是在这吼声中 喷出鲜血 再次疯狂地退后 星阵深处的漩涡中 阎雷子等人 面色苍白 打坐吐纳之下 积极运转原力 似乎若不如此 他们就会在这吼声中崩溃 鲁夫子潘西 坐在阎雷子等人之前 其面色一变 他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无法想象的冲击 直接 呼啸临近 要把一切阻止的力量 全部挖进 他的笑声 在这倒鼓一吼之下 顿时就崩溃 不成声音 好似狂风扫来 鲁夫子全身衣衫舞动 仓发积极飘起 那面色尽管变黄 但双眼却是露出寒光 只是这寒光下 却是有震撼掩盖不住 他本以为已经清楚地知晓了 这亡灵的实力 尽管对方巴西破开阵法 但他有诸多法宝与神通 尽管震惊 但却并没有畏惧 在他看来 对方与自己持平 谁也奈何不了彼此 但眼下 这之前的分析啊 却是有了剧烈的动摇 这一吼之力内 蕴含了一股 就算是他 也要心惊胆战的气息 隐隐地 他竟然有了无法抵抗的感觉 好似此刻 在外面要冲入进来的 不是一个修士 更不是一尊古神 而是一个 远远地超过了他 所能理解的存在 抑或这说呀 不该出现在这一届的可怕生灵 这生灵充满了一股霸道 一股战天的霸道气息 在这一吼内 疯狂地展露出来 谁阻挡 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吼声轰鸣 鲁夫子所在的这漩涡呀 原本无时无刻都在旋转 但此刻 在这吼声风暴下 却是骤然有了停止的迹象 似乎在这吼声中啊 这漩涡不敢转动 眼雷子面色苍白 眼中的亥然 已经占据了心神的全部 他呆呆地望着那漩涡外的亡灵 却怎么也无法把对方的身影 与当年之人重叠 他尽管已经接受了事实 但在其他的潜意识中啊 还是无法执行 列云子修为最弱 当年更有重伤 此刻尽管恢复 但修为却是没有进展太多 此刻在这吼声下 尽管有鲁夫子抵抗了一大半 但仅仅是鱼音 却是仍然让他双耳欲聋 喷出鲜血中 身子不断地后退了数十丈外 这才停顿下来 其眼中露出惊恐 与炎蕾子一样 目光穿透漩涡 落在了远处王林的身上 在他目中的王林啊 是那么的陌生 与他记忆内之人啊 差距太大 能在这数百年 拥有这等修为 此人 莫非把我湛家的湛字帖 全部藏污了不成 所限 我与他并未太深抽携 更是把湛字帖 送给他藏污 否则的话 今日怕是就连鲁夫子 都无法阻挡此人 他 他居然变得如此之强 眼中恐惧最浓 头皮发麻 几乎魂飞魄散的 便是血神子 他知晓自己当年得罪对方太深 此刻亲眼看到了王林的深夜 感受到那一吼之力的心神巨震 让他不由的身子颤抖起来 身为姚家老祖 身为罗天血神子 他极为高傲 很少会知晓颤抖的感觉 但眼下 他真的怕了 王林的强大 让他恐惧 让他心中生起了无法抵抗之意 尤其是看到就连鲁夫子都面色有了变化 他更是绝望起来 只是在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一丝侥幸 这王林来此地 或许不是为了寻我 而是为了鲁夫子 他要与鲁夫子一战 我在其眼中 此刻只是蝼蚁一般 想来 他不会过于为难 吼声轰轰而过中 王林抬起脚步 向前一步步迈去 每一步迈向 那雷霆再次回荡 渐渐地形成一股莫大的威压 从他身体上扩散出来 向着前方的漩涡 直接逼压过去 朱雀星一别 倒有进展之大 让老夫不由刮目相看 鲁夫子深吸口气 并未起身 双目盯着漩涡外来临的王林 缓缓开口 其声音传出漩涡 浩荡似散 朱雀一 仿若昨日之时 想起之时 鲁夫子道有的剑盟 倒也让王某惊议 王林没有停止脚步 前行中话语平静 说完之后 他目光扫向阎雷子 向着阎雷子略一抱拳 阎雷子道有 别来无恙 突经罗天要处理一些旧事 还望见料 当年的前辈 今日的道有 并非是王林想要改变成王 而是他若称 阎雷子为前辈 这阎雷子会承受不住 但仅仅这一生道有 却仍是让阎雷子苦涩的同时 心神不由地生起了一丝 他无法理解的荣耀之意 连忙起身向着王林抱拳一拜 罗天星宇便是前辈之家 何来见谅之词 王林微微一笑 渐渐走向那漩涡 朱雷星之中 你我二人也曾联手 算是略有交情 今日道有来临 鲁夫子本应喜悦相迎 但道有为何人来之时 杀我行阵不阵十一人 鲁夫子言辞一锐啊 眯起双眼 露出一丝寒光 王林神色如常 右手抬起一只鲁夫子身边的血绳子 开口道 杀人自有王某的道理 你我之间并无仇气 王某也无意与你一战 我只要此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ffects